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40年来他的法官生涯其实都跟钱跟贪沾上边 在初期他投资的是地下钱庄然后放高利贷 到后来呢他开始胆子越来越大 透过了白手套所会卖案 讲一句讽刺的话来讲他的法官生意是越做越大了 而他也当起了司法黄牛 跟他打过交道的人说 胡锦斌最喜欢讲的口头禅就是一审判你赢 但二审不一定会赢 这句话是暗示对方花钱好办事 特征组开记者会要揭发胡锦斌的恶行 事前准备很废功夫 调查人员充当搬运工 得把胡锦斌收费证物白好 这才知道胡锦斌贪污所得 数量之大之多非常的夸张 他都暗示啊 一审判你赢 不一定二审就会赢 都在讲话讲这 回顾胡锦斌的法官生涯都汉谈脱不了关系 胡锦斌1979年当法官 1995年就开始走偏投资地下钱庄 1997年放高利贷外遇生女 遭休职三年 2000年复职后 顾泰赴盟 2008年调回台中高分院 不到两年就因为索惠遭调查 40年来爱钱又贪污 把司法公益踩在脚下 他是律师林松虎 也是中港饭店股东纠犯案中 被指与胡锦斌合作逼和解的被告之一 但对种种指控言辞反驳 他应该不会笨到这么样去拿钱 因为和解里面都是当事人的意思啊 里面没有掺杂法官的判断在里面 特征是乱来啦 大骂特征组 但问道汉交情这么好的胡锦斌 这么多钱怎么来 态度一转急忙撇清 正是法律见解不一 给了陈审法官可动手脚的灰色地带 就算被调查 就算贪污很大 还是励志气壮 这综合报道